不断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 重工企业经营规模和加工量逐年提升 应用领域也更广泛 这对钢结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手制切割方式已存在多种问题 逐渐不能满足企业加工的需求 近年来,世面激光切割方案逐步取代传统加工方式 但各类加工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日常加工场景中,常见形钢切割方案有以下控点 1.点激光扫描范围受限 普通方案对工装的流程和摆放位置有严格要求 如果形钢摆放不正,位置误差较大 亦超出点激光扫描范围造成定位失败 2.质量精度达不到标准 切割时,由于形钢摆放不正 点激光无法感知不反偏移距离 导致切割精度不足 无法通过传感器及针对性补偿策略 满足各种空框下的精度诉求 如一板螺栓孔偏离一板面中心 高皮焊的形钢加工 由于披焊热变形,造成副板面不平 点激光无法感知副板起伏 导致切割领条流根一致性差 3.安全性差 软件模拟与实际切割模型 位姿不一致,无法检测干涉 易撞头 一板不垂直造成的撞头 形钢尺寸不标准导致的扎头 4.多场景切割能力受限 不能满足钢购行业后板、扩口等多场景切割质量要求 针对以上切割难题 国储全新推出 形钢五合一解决方案 以FaceGuard 9200形钢加工系统 AB对称轴 BCW600B轮廓扫描椅 4X2P切割头 Tubase的形钢套料软件为核心 打造形钢切割一体化解决方案 图纸处理流程 1.无缝对接TakeLab 2.三维碰撞检测 可以识别出碰撞区域 针对干涉刀路进行一键自动修改 3.自动处理刀路 自动处理过焊孔刀路 自动打标焊接位置 自动打标零件名称 4.循环套料 支持直切、Z形、V形等多种接头类型 可自动合理裁断零件 材料利用率高 5.防扶扎排序 加工中 由于先切割一板导致副板面扶扎过多 容易刮刺分嘴 Tubase的防扶扎排序一键改变切割顺序 从副板面开始切割 轻松应对扶扎对生产带来的难题 生产流程 支持多形彩切割 H缸 公字缸 槽缸 脚缸 支持多场景切割 形彩 平坡 平面 切管 BCW扫描仪 全系CEMC认证抗电磁干扰性强 能够实时建模进行形变补偿 解决由于形材变形 吊装位置等导致的姿态变化 弓箭扫描覆盖场景更多 补偿量更全 精度更高 AB对称轴 具有高精度高刚性的一体化设计 相比BC轴 可支持拔模员一刀落料 无需分刀 支持白角至55度的副板拖头 加工过程中 因物操作导致的切割头撞头 亦造成生产停滞 活出百轴支持光点开关 自动校正零点 快速恢复生产 4X2P切割头 日常加工中 可支持撞头后快速恢复 实时监测保护镜温度 相比镜体 陶磁体坚硬不易碎 内置电容 矿干扰能力强 有效直高 电容稳定性强 穿孔无需碳板 加工效率高 采用环形光束 利于亮面切割 高跟随能力强 解决过阿角瓦蹭分嘴问题 活处全新推出 行钢五合一解决方案 针对钢购行业定制优化 覆盖面广精度高 助力钢购行业发展更进一步 电容 电容 电容